作詞・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找忘了很久 故事也沒說完 不知誰和我 虛讀著漫長時光 风吹过停留 吹走我的雨伞 都是因为你 让我等了有的 在这里 遇见你啊 带给我所有 所有的 偶然全都是冥冥中 早就已注定的灌溉 遇见你啊 我终于相信 人生里 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 只为了遇见你 其实我心里对于直 一直也是亏欠的 他一直帮我当作敌人一样看 我都能够理解 毕竟是我无限他在先嘛 这几年我一直想找机会 好好地弥补弥补他 可是在于直和光华之间 我真的很难做选择 你对光华太纵容了 所以才出这样的事情 他都多大年纪了 在外面 沉迷享受 都是你惯的 那我能怎么办呀 您不是一直也是惯着光华吗 要不然这事您早就知道了 您怎么不说呢 还一直委屈着于直 我不是只有一个心愿吗 希望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行了 这个误会呢解开了 你跟于直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 以后不要再针锋向对了 知道了 妈 妈 您太好了 我这扛着的担子 也算是放下了 我再帮您倒点茶 来 慢点 看看烫不烫 嗯 这个店铺拿得不错 比两年以前拿到的那个店铺 上了一个台阶 你干得很漂亮 怎么样 想通了 不怪奶奶了 说实话 我还是不同意您的选择 但是不得不承认 您的选择对于瑞华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瑞华凝聚了这么多人的心血 在我还没有重要到 让您非选我不可的时候 我只能努力工作 你这么说 还是在怪我了 行了 现在多说也没有用 不过我的选择 是考虑到你的因素的 我会 会弥补给你的 今天晚上有一个老友一聚 我想把我的孙媳妇 带过去给他们介绍介绍 奶奶 其实 您欣赏高姐我很高兴 可是 如果你为了安慰我 有点小提大做了 我是喜欢孙媳妇 所以给大家介绍的 你要舍不得就算了 好 既然您都发坏了 那我去通知高姐 于 于真 我一会儿去谈事情 先给你请个假 灰心系列已经不是我负责了 你自便 喂 灰灰 爸 高姐要订婚了你知道吗 订婚 不会是个余职吧 除了余职还有谁啊 小姐怎么就是不听劝呢 非要跟这个混小子在一起 他们的婚期已经排上日程了 你反对也没有 我再打电话来就是跟你说 董事长要见一下你和高姐的妈妈 希望能安排一下两家的婚事 林董事长要见我 那 他知不知道 当然 董事长当然知道我们家和高姐的关系 不然 堂堂瑞华的董事长 怎么可能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姑娘进家门呢 可我不想小杰和这个混小子订婚 就算你反对也没有用 今天这个场合你必须得参加 我还不知道小杰介不介意呢 做女儿的平时对爸爸再雄 也希望在订婚这么大的事情上 能给他撑场面 再说了 董事长也是一番好意 他希望通过这门喜事 能化解两家的怨恨 修复你们的父女关系 爸 你在听我说话吗 你刚才说 潘也叫了潘月是吗 小杰他妈现在这种情况 所以你更要去了 你不在的话 高杰的妈妈怎么办 既然这个场合你是给高杰成场面 也是给董事长面子 好了 你快去接他吧 地址我发给你 就这样 拜拜 这位先生要找谁啊 我来找我的未婚妻啊 我今天下午啊 这里一只普通普通的铁 好像是想的嘛 来 送你个东西 打给看看 我的 不过呢 我有一个附加条件 你要去陪奶奶吃顿饭 我一个人去 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啊 奶奶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把她的孙媳妇 介绍给她的朋友们了 你这么一说 我更紧张了 有什么好紧张的 取了帮我打个招呼啊 然后 试一试 我看看啊 不错 好看吗 去试试吧 好 这位呢 是高姐 余职的女朋友 陆总和费总 在公司的 瑞华之夜上 都已经见过面了是吧 是啊 可算是见到了啊 求婚当天啊 老陆还发了照片 真是又漂亮又有才华 难怪余职啊急着求婚 是怕被人抢跑吧 什么时候办回事啊 最近瑞华生意那么好 我看你都忙不过来了吧 瑞华的生意都是紫云扛着 她比我辛苦 不过还好余职余艺都长大了 也可以分担一些工作 她也可以慢慢地轻松一点了 是吧 是啊 我算是熬出头了 现在余职进了董事会 高杰呢 又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设计师 夫妻两个齐力同心 以后啊 我就好好的在家里当婆婆了 是啊 这早 余职是很会做生意啊 这小子 尤其是在谈合同分成的时候 那是村土逼争啊 有点 他爷爷当年的风帆啊 可惜啊 我没有孙女 要不然咱们两家 早就订娃娃轻了 真要是到那个时候 姑娘 现在就没你什么事了 高杰 高杰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野精商吗 我外公是个老工匠 妈妈以前也是个设计师 来自于设计之家 怪不得才华横移啊 是啊 这家庭的熏陶啊实在是太重要了 你看人家高杰这气质啊 那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父母离婚了 现在就只有我和妈妈 哦 那对不起了姑娘 好 你好小姐 里面请 林董 不好意思 我没打扰了 高杰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真心祝福姐姐的 姐姐 好啊 我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是高杰 是瑞华镶嵌组的首席设计师 也是高杰同父异母的妹妹 哦 想起来了 你就是 会心的设计师高慧 余芝跟我提起过她 高慧 高杰 高杰 原来是一家人啊 高杰 你是高慧的姐姐 对啊 因为上一单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关系比较复杂 一直以来都有些误会 今天也是想吃着各位长辈 对兜赛 我过来表达一下祝福 也希望 能化解姐姐对我的怨恨 怨恨 大家应该也有所耳闻 之前在匠心珠宝大赛上 我一不小心赢了姐姐 姐姐清新的余芝呢 又一直在跟我合作 我们一直因为工作原因 出声入队的 所以姐姐肯定有些误会 对不起啊 姐姐 你看 既然之前瑞华之夜上 我都已经把最好的展示机会 给了你们定制组了 今天又是沉心沉意来祝福的 你能不能原谅我呢 来 好久不见了 来 什么地方呢 夏洁 你们怎么来了 会何说今天你订婚啊 这么重要的事 父母怎么能不来呢 高先生 是吧 您好 您好 我是余芝的母亲 我叫沐紫云 也是高杰的上司 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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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姐姐的母亲 潘月女士 这是我的父亲 高海先生 也是姐姐的身父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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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倒酒 您好 您是高海先生啊 您不是一位知名的画家吗 原来高姐出生于艺术世家 果然是才华横溢 气质高雅 您过奖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应该是我们先去拜访你们的 不过你看这也没关系 正好择日不如壮日 大家都到了 那就好好地聊一聊 不知道高杰和奶奶她们聊得怎么样 小月总 代理商那边有份合同比较着急 需要您过目一下 给我吧 你先去吧 好的 先敬你们二位一杯 来 奶奶 不好意思 我妈一直被保护得很好 都不懂这些人情世故 也不会喝酒 这杯酒 那当然是我替她喝了 不好意思 我平时太宠她了 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像小孩子 我先干为敬 这也是啊 你看一个女人被保护得这么好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已经人到中年了 这天啊 还像一个女的女人 也是不容易啊 做什么事啊 她自己的女人 我会去那儿子 我会去那儿子 她也会去那儿子 她去那儿子 我都会去那儿子 是我们落了俗套了 这亲家公亲家母的叫起来 的确是身份嘛 其实叫我小云就好了 叫我小云一家人也亲切嘛 来来来 我们那个吃饭吃饭 你走吃饭 吃吃吃 来 蝴蝶不要飞走 我要那个蝴蝶 飞走 我要那个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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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要那个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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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松手 不好意思啊 给我那个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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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那个蝴蝶会不会走的 快给我 奶奶 高姐 你妈妈是怎么回事啊 姐姐 阿姨是怎么了 奶奶不好意思 我妈好像不太舒服 我想先陪她回去 今天的事情 之后我会尽快跟你解释 不好意思啊姐姐 我不小心把事情 变成了这样 不过阿姨 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奶奶 奶奶 这么着急有事吗 我想跟您道个歉 你跟我道什么歉啊 来坐 今天的事情确实是我不好 我应该早点告诉您 高姐母亲的状况 你不要怪她 她不是有意要打扰你的宴席 来坐吧 喝点茶 我没有怪高姐 高姐母亲是个病人 奶奶怎么会跟一个病人计较呢 而且我的那些朋友 也会理解这件事的 婚姻虽然是两家的事情 可说到底 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只要你能够接受 高姐母亲的健康状况 奶奶不会反对的 还是奶奶通信哪里 可是我疑惑的是 高姐对高慧的态度 她们俩就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没必要跟我们隐瞒呢 而且她们俩的那种 深疏和敌对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奶奶 其实高姐并没有可以隐瞒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你已经知道了 对 她之前就跟我说过 我也能理解 她为什么不想把这件事情 公之欲众的心情 她们的关系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尴尬 高慧的母亲深深伤害了高姐 和她的母亲 所以她也不想去接这个伤疤 就像是 我也不愿意跟别人 说起我母亲的事情 那你就回去吧 相爱的人之间 最重要的是坦诚 如果你都知道了 你也可以接受 那就没什么了 至于高姐不愿意把这些事 告诉大家 奶奶非常可以理解 可是奶奶想确认的是 你在高姐的心里 是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人 当然是 那就别坐在这儿了 别陪着我了 回去陪着高姐 让她不要多想 这种场合 她的处境是最尴尬的 好 那我现在去陪她 谢谢奶奶 哎呀 赶快回去吧 嘿嘿 更多品位中介 发布中介 新房二十五公 更全小区不改 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监 无论新房二十五公 挑好吗 上 安居客 你很得意是吧 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是不是 余职她奶奶根本就没有教我们 今天 今天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 今天我那个好姐姐的妈妈 搅乱了宴席 是我安排的 怎么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潘月她是个病人 你竟然让我和你一起去利用她 利用一个病人 小姐是你姐姐 姐姐 你别以为今天我在林董事上面前 叫了她一句姐姐 我就真把她当姐姐了 演戏别当真 我才没有长得姐姐呢 你为什么总是要针对小姐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从小到大 你要什么有什么 她却一无所有 还要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你知道我要多对不起她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有点 起码的同情心 我什么都有 我有什么呀 我才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人 我告诉你 她妈妈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她告诫的报应 你个混蛋 我打我 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爱过她 我今天没有告诉你 你居然出手打我 从此以后 我再也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我从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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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了 我听到你第一次 妈 我要蝴蝶 妈 我要去饭店找蝴蝶 已经很晚了 我要找晓云 我要去找晓云 你听话好不好 已经 我得找他回来 我们改天 我找晓云 我们改天去找蝴蝶好不好 我找晓云 要不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你听话好不好 我要去找晓云 很晚了 已经很晚了 我要去找晓云 我们改天去找蝴蝶好不好 你听话了 乖 听话好不好 小杰生气了 小杰生气 小杰好可怕呀 好害怕 小杰好 好恐怖 小杰好凶悶 小杰好害怕 小杰 小杰 岳月 好疼 岳月 看我是谁 小鱼 那你看这是什么 蝴蝶 我可以给你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嗯 小杰每天照顾你啊 很辛苦的 还要赚钱 我们以后可不可以 不要让他生气了 小杰对于小月来说 是最重要的人 就算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我也不会在意的 那我们约定好 好不好 好 拉钩 拉钩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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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来啦 蝴蝶来啦 怎么了 我们家高杰不一直都是 小杀了啦 怎么今天变蝴蝶啦 你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跟我说 也没骂我 我骂你什么 今天宴会被我妈妈搞砸了 董事长一定很生气吧 你是觉得我会因为这件事情觉得丢脸而生气呢 还是因为 你觉得我的家人会对你的妈妈有看法 所以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好保护你和你妈妈的尊严 都有吧 这件事情我跟奶奶已经深度地聊过了 她不在意这件事情 真的吗 嗯 奶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威严 对小魏也非常严厉 再说了 你是她孙媳妇 她疼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成气呢 跟你说正经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好了 奶奶对小魏们都很慈祥的 好了 现在呢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事情或人可以阻挡我们了 你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做我美丽的新娘就可以了 好吗 嗯 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我让你开车来接我你是龙啊 问你那说话 撒酒往外边撒酒 呸 这哪自个儿当领导了啊 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啊 也不知道你怎么跟我妈灌的迷魂汤 接连诬陷了我们父子俩 还要再护着 别拿这事再来逼我了 不都跟你说了吗 你妈已经原谅我了 我妈那是可怜你 收留你就相当于收留一个乞丐 你给我闭嘴 你以为你离开了余杰谁还会瞧的事吗 啊 还是你以为你继续在余杰死皮来脸的待着 等那天把我妈熬走了 你能霸占余杰呀 别做梦了 还看什么文件呀 我告诉你 你好日子没多久了 你一直早晚有一天要接管瑞华 老太太在的时候还有人护着你 可等那天我妈没了 你在瑞华就是个外星人 我倒要看看 你到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残缝 没有文字与 哪儿来今天的维护 谁也别想听我出去 去 早啊 早 你来干什么 又来找我爸诉苦啊 也是 你妈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余杰奶奶肯定叫你滚蛋了吧 干吗 在余杰吃了鞭 放手 这一巴掌 是我替我妈打的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一定加倍奉还 还有 高海这个爸爸我可以不要 我本来也没想要 但如果下一次 你再继续利用我妈 伤害我妈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以为吓唬我这次 我就会怕了吗 我告诉你 你别惹我 我只是想提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不要试图采泪 那我也警告你 像你这种隐瞒实实的感情骗子 余杰是不会接受你的 余杰早晚有天会看清你 回到我身边 余杰 说到这儿我还得谢谢你 跟你想得正好相反 余杰的奶奶 非但没有因为我妈的事 而生气 反而更加心疼我的处境 你的处心几率 只会让余杰更加舍不得我 我看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 邮杰 我现在真的帮他 你不是上班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你脸怎么了 nad radiation 高洁 为了他 爸爸已经打过我一次了 现在他为了他妈妈居然还上门来打我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屈辱 你爸爸居然为了高洁打你 太可恶了 这笔账我给他记下了 卉卉 你放心 妈妈绝对不会让你白白挨打的 我能想到的办法我都用上了 可是于智科高洁他们俩还是好好的 妈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真的是有点泄气 我到底哪点比不上高洁吗 卉卉 你如果决定离开瑞华 妈妈保证你在别的公司会有更好的发展 可是如果你不甘心认输的话 你必须振作起来 你的软弱会让别人更轻视你 妈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那好 妈妈今天送你去公司上班 我要让他们瑞华的人知道 你是吴晓慈的女儿 不知道沐总这次找我什么事情 我也不想卖关子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知道居总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可以帮忙 是吗 我的工作呢是主要负责公司的收购 和沐总你应该不太有交集啊 居总 您是凡思在大中华地区的总经理 一直为总公司在中国开疆拓土 扩展商业版图 我请你来自然是由你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瑞华 当然了 我也有我的条件 谈条件当然是可以 但是沐总 你也得拿出诚意出来 否则我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真还是假呢 可以 我可以搞定 瑞华的大股东周美贤 可聪明人说话呀 就是爽气 我敬后加盈 沐总留步 有什么好消息 我们再联系 当然 好消息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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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穆紫云吗 旁边这个男的是谁啊 有点意思 卉卉 你先去上班吧 妈 路上小心啊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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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事我听说了 你也是来指责我的吗 我只是没想到 你跟高杰居然是亲姐妹 我没有这样的姐姐 自从她进了瑞华 就一直处心积虑地对付我 这么可怕的人 居然会抢走余职的心 从小最宠慕我的爸爸 也开始偏心她 全世界都在同情她 可怜她 却把我安在坏人的位置上 我想保住我的东西 保住我的视野 保住我的感情 我有错吗 谁对谁错 从来都不像表面上看着这么简单 站在不同的立场 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 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 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 我更愿意设身处地地 为你考虑 我不需要任何人通缺我 我好得很 就算一个人和全世界为敌我也不怕 在我面前 你不需要伪装 你可以尽情地发现 你可以尽情地发现 来 走 走 来 走 好 走 忙着呢 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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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您说个事 就咱的供应商老王 我是抱怨说 这次回顾百分之五太高了 我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那怎么那么麻烦呀 你跟他说不愿意做 我们就换人 我知道 但是老王跟咱合部了那么多年 万一跟咱不应隔于四网破的 告诉林董事哪儿怎么办 而且这个姿势我签哪儿 你怎么那么胆小啊 这么点事了解决不了 告诉你啊 你要解决不了的话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木子云这种人做事非常谨慎 我们要想抓住他的把柄 只能从他身边人入手 李秉升 我也查就到了 这些年他在木子云手下做事 怨气很大 但他一直都是一种 敢怒不敢言的状态 你有什么把握 能让他为我们所用 这个好班啊 只要我们推他一把 他就自然可以倒戈了 怎么对啊 我已经找人在办了 老弟 我告诉你啊 在这个世界上 最糟心的就是伺候领导 是啊 你知道 比伺候领导更糟心的是什么吗 就是伺候女领导 可不是嘛 大哥 你心里要不痛快 你就跟老弟说 当然不痛快了 木子云 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我一件一件都记在序里 老子这么多年 尽心尽力为他安前满后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对 可是他怎么对我的 他 他把我当皮球一左一右 他没把我当人看 它走 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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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受欢迎 他会送慕子云去上班 说明他们的私交很好喽 说来也巧 我有几个朋友 是这个茶馆的常客 他们居然在那儿 撞到慕子云跟人见面 但可惜的是 没看清楚是跟谁见面 但是当时慕子云遮遮掩掩 你说会不会 这里边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慕子云作为事务经组的总经理 有什么人是不能光明秤 待在公司见的 非得这么神神秘密的 这没准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啊 不再有伤害 让我们存在 不再有伤害 有谁不期待 从未感觉如此的相爱 持人的身体 听着呼吸都打着节拍 相爱的人才明白 没有什么变成阻碍 从未感觉如此伤害 沉着我的手把不用表白 未来的时光都不要放开 让我们去爱 让我们去爱 我们明白 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 勇敢地去爱 让我们去爱 就是现在 我们去爱 生日未来 让我们去爱 让我们去爱 我们明白 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 勇敢地去爱 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 勇敢地去爱 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